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头打到尾你就没有支援过我们 好吧 然后他有一个技能就放这个鬼火啊 这鬼火的话好像会追踪啊 他这个树目人技能我觉得蛮多的啊 放鬼火 然后阵地 然后转圈圈 这不是没有转圈圈 是那个疯狂乱抓啊 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你看这个就是疯狂乱抓啊 开始这个很凶啊 这个疯狂乱抓 好 这一波咱们赶紧赶紧输出啊 因为前期的话咱们吃亏了啊 这样子队友是引着他 我这个距离稍微拉远一点 那么打头的伤害会高一点 打头的话伤害是有200多 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机枪的话已经是升级升满了啊 升级武器升级是升满了 所以说的话打在他身上的话 伤害也是比较高 你看打头有231 打身上150多啊 赶紧输出啊 咱们这波的话直接是远距离站路啊 咱们距离稍微拉远一点啊 我的话就是打这个boss战会比较怂一点啊 好这波的话 刚才的话他这个一阵地的话 敲掉我两块护甲板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细节啊 我刚才我自己倒还没注意啊 好这波他过来了 哎呦我又得跑了 又得跑了 这一波赶紧啊 现在这波的话 好像是有个队友倒地了嘛 有个队友倒地了 另外一个队友把他拉起来 我把这个速度打打掉啊 好这一波继续疯狂的进行一波输出 那么困难模式的boss的血量的话 也比平常要稍微多一点 然后这一波他是扔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爆炸的话 会有伤害的啊 这个相当于什么 这个这个他吓到弹之类 好这波的话 他一阵地之后会放出这个树枝 但这个树枝是可以打掉的 然后的话 他的一一条一条血的话 已经是打掉了 陈老师也是进行疯狂的输出 对我的话都不让给力 好旁边的话 这个小僵尸在打我啊 好赶紧先把这个小僵尸打掉 这一波啊 等一下 这时候陈老师我没注意啊 我不是然后赶紧跑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靠他这个疯狂 而且我就求救也救不了啊 他这个疯狂乱抓的话 太太恐怖了 我反应慢了 我应该看见他这个冲过来 我应该立即跑的 我还在还在傻呆呆的 在这样撸啊 这一波的话浪费了一个复活币啊 没有办法 然后他又有一个技能鬼火 这个树木人 树木人的这个技能挺多的啊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疯狂乱抓 哎 这边有队友倒地了啊 要看一下 但这时候我顾不了他呀 另外一个队友应该过去救他了吧 整场比赛虽然说我们是没有交流的 但是感觉的话呢 就是还是比较有爱的啊 我后来的话也是救了一个 这波我负责引一下 然后的话 打一下他的屁股啊 打一下他的菊花 这一波赶紧远距离 进行一波疯狂输出 我这个枪背弹量 现在因为升级满了有300发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啊 我这一波继续输出啊 继续输出 我要哎 还有32发的时候 我换了啊 这一波 然后他又下弹了 这个弹的话是可以打掉的 可以打掉 应该是可以打掉的吧 这一波的话 他也是基本上快完了 这个数目人啊 然后他就开始 这个什么技能 赶紧射 这波刀换一下子弹 为什么队友旁边 有队友 有队友那个了 我必须得救下 别动小伙子 别动 我还拿斧子砍你 我叫你别动呀 松北 赶紧拿这个斧子 先绕一下啊 然后看一下 他没有追我的话 继续输出啊 这一波 基本上游戏结束了 然后这一波 他又是个疯狂乱抓 这时候陈老师有经验了 赶紧跑啊 我不敢不敢 再再再再 那个持续输出了 先跑一下 划船一下 然后直接远距离射击 游戏结束了啊 再见了 朋友啊 哎呀 这个主要是不熟悉他技能 那一波死了 有点可惜啊 本来的话 其实一次都可以不用死 本来求救也救不了 按道理说 我这个倒地了的话呢 对吧 他应该放弃打我了 还在打我 晕死 行吧 那本期视频的话 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了 伤害的话 我打的确实不是很高 但这个隐藏boss 是我刷出来的是吧 行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